給我貼的那個介紹 他說是 台北必吃的北海道松米 不知道為什麼在台北要吃北海道松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胖 最近啊 因為 我穿染病的關係 各位應該都在家裡 悶了很久了吧 其實我也是 不過我想到了一個 可以盡量 只能說盡量 因為沒有那麼的安全 就是盡量可以 比較不會有到危險的地方的可能性 就是我們去一個 完全沒有人的地方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一個 這應該算是一個滿熟的人的地方吧 它是那種咖啡廳吃茶店 這樣講我比較容易理解 可是它是在那個精華酒店樓下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高檔飯店的下午茶店 所以人很少 我們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在這邊了 不用戴過去嘛 旁邊都沒人 不要 不要 我們留點面子給人家 對啊 我們今天呢 其實是因為剛才各位應該有聽到那個聲音 是我們 嗨 又是我 我們的好夥伴拼主 是誰 你在幹嘛 你在擋什麼 我在擋什麼 我幫你自己擋 我幫你擋 我在賣萌 我幫你把這 我現在還在持續爭 不行不行 我這個要剪掉 我跟你講而已 好 開吃 來介紹一下 這家叫什麼 春莊 那個是春來莊 春堡 它好像是日本的嘛 它上面寫的 反正你給我貼的那個介紹 然後他說是 台北必吃的北海道鬆餅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台北要吃北海道鬆餅 我知道為什麼在台北要吃北海道鬆餅 看到好多人轉傳這個 對 然後我們就來吃了啦 它其實就是這種厚的算是厚鬆餅啦 日本他們有分多個厚的 它屬於厚那一種 那我點的這個 蠻特別的 它是 鳳梨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其實它吃了一個叫做 是草莓啦 草莓的 但是我那一坨鮮奶油滑掉了 對 因為它中間有 就是夾草莓 可是它如果沒有很平的話 它就會變成斜的 所以它會滑掉了 而且滑得很慘 對啊 那個奶油蠻好吃的 你這個叫做北海道分雪後鬆餅 分雪應該是它的鬆餅 然後就是草莓啦 然後它裡面有 台灣草莓 鮮奶油 我覺得它應該是 因為它是飯店的關係 所以它會刻意的強調 台灣 奶酪 然後 果凍 它裡面應該就是奶酪跟果凍 果凍是旁邊那一個嗎 還是這是那個醬 醬吧 這是醬 所以這應該是奶酪 冰淇淋 它有寫牛奶冰淇淋跟 果凍 不知道果凍在哪裡 旁邊那個透明的那一個是果凍 這個 對 奶酪 冰淇淋 果凍 然後我這個也是 號稱台灣 台灣鳳梨 我覺得這個鳳梨就蠻有感的 你畢竟是台灣 你說鳳梨的話 人家可能比較能夠接受 台灣鳳梨 然後它上面有鮮奶油 就那一坨嘛 然後冰淇淋 冰淇淋的話是這個 跟那個 這個好Q喔 剛才那是一樣的 這是 糖片 這是糖片 然後前面有一個的果凍 它也有果凍 這個是果凍 就是鳳梨 鳳梨它好好吃喔 好啦大概這樣這樣子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值得介紹的 因為我們都沒吃 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 剛才這一杯來的時候 我還嚇到了一下 這一杯是一個大概 200左右的紅茶 冰紅茶 但是我的茶就蠻香的 其實它黏色算很淡 可是它味道其實是有啦 我的這個也是啊 它味道好香喔 我原本還覺得它像 那種夜市牛排店的那個 免費飲料 天啊這個我就無法美美的吃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要幹嘛的 這湯匙 啊這個啊 然後這是刀子 超可愛 這個是三叉戟 好啦 然後我來吃 你要把它吃的美美的 吃不了 美不了 我來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 今天的影片不知道拍得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的ISO開到五千 很高 不知道會不會到最最雜點 擔心 算了 反正這也不是重點 它其實蠻 蠻硬的欸 就是會痠 可是它 這樣切下來 不是很好把它切斷 它奶油流下來 所以我現在看不到 裡面是什麼東西 原本想看裡面是不是就是 很蓬鬆的那種感覺 可是現在 被奶油全部蓋住了 看不到 我吃的好醜喔 恐怖 真的它三崩了 GG 好啦 那 來看看 剛才瓶子已經偷吃我一個 所以我要先偷吃它的草莓 可以 只是你撈不起來 你要你要轉過去 這樣才像偷吃 你要沒發現 這樣才叫偷吃 算了 它不是冷凍草莓 我覺得這很推 可以 因為我吃了好幾天台北下午茶 都是冷凍草莓 我很生氣 你什麼時候去吃的 下個月吧 哇那下個月還是冷凍草莓 覺得很誇張 對啊 上個月畢竟是慘季 現在是四月 四月其實已經算快過了 底了 結果它不是冷凍草莓 我覺得還不錯 微妙喔 然後草莓微妙也是你的蜂蜜微妙 蜂蜜 不知道是因為要泡那個奶油 吸的那個奶油的關係 還是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就它不是那種 感覺整塊都很蓬鬆的感覺 它下面底的感覺好像還是就是 比較 密度比較高 比較結實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就比較 該怎麼講比較硬 還是比較 也沒有當硬啊 就是 跟它表面上看起來不一樣 嗯 沒辦法 做一個連結 這個要加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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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有 鳳梨 醬 它應該是用 鳳梨蜜 這個 好甜喔 會甜嗎 我覺得很甜欸 酸酸甜甜的 就沒有酸味 我覺得酸味還少 我們今天走的是一個少女星的路線 自己說 我覺得兩個都蠻好吃的 那 因為今天瓶子它已經點了一個草莓 它有草莓醬我覺得很優 嗯 對 鳳梨是因為我自己原本就也算是喜歡吃鳳梨 之前那個麥當勞之類的有鳳梨派的時候 我都會改點鳳梨派不點蘋果派 不過如果兩個要比的話呢 我覺得草莓是比較好吃 真的嗎 嗯 我要吃你一口 因為你那個草莓有那個草莓醬 草莓奶油 奶油 沒有 它這個算是糖煮鳳梨那種感覺 就煮過的糖 然後 我應該也是有鳳梨 算有鳳梨啦 可是 它畢竟不是把它放在那個 鬆餅裡面那樣子混著一起吃的 它是另外一樣子 這種心機上就不一樣 就感覺在吃水果而已啊 就不是在吃鬆餅的感覺 了解 嗯 不難吃 可是這個 帶給你心情的感覺可能 不像那個草莓那麼好 嗯 畢竟 畢竟 我覺得他們那個可能是想要 吸引外國觀光客 不過它點色在這裡也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它 光是設計一個 用台灣的那個 農產品做的 我覺得就可以了 對啊 其實它應該推多一點其他水果 對啊 這一個全都是果凍 下面 下面都是果凍 然後上面是冰淇淋 它的冰淇淋 它不是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的綿密緊實 有點像 對 有點像古早 好像古早味那種冰淇淋 那種的感覺 就細冰山 你知道那種巴布的那種冰淇淋 就是那種感覺 不過它的牛奶味蠻重的 它不是那種鮮奶味啊 它是有點像 如果要舉例的話啊 它有點像那個 泰國那個牛奶片那種 那種牛奶味 甜的那種 你吃過嗎 你說那種 羊奶蓋片啊 就泰國他們那個皇家那個牛奶片啊 它沒有那麼 泰國那牛奶片乳味比較重 這個是 沒有乳味吃不出乳味 欸 等一下 我這下面還有一個乾的 乾的鳳梨 它在那個糖片下面 就是這樣子 我是要把它 敲碎嗎 咬一口啊 當餅乾再吃 可是它弄不起來啊 因為它 就不好 不好夾 它裡面也沒有辦法夾 它只要用湯匙 它只要用湯匙 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吃呢 就是它每個都很獨立 它沒辦法 像我們是 化冰那樣子就是一口 然後把所有東西都把它 那你咬到嘴裡 它們沒有融合在一起嗎 鳳梨是 反正不是罐頭鳳梨 它到底是哪一種的 我也不知道 現在只開八點 為什麼 難道晚上不會有人 回來的時候想吃東西嗎 不是晚上回來 我會想吃蔥餅 我們現在在人家那個飯店 那個咖啡廳吃東西 滿足我們沒辦法出國的怨念 想像這一定要住在樓上 然後躲下來吃個下午 想像剛才那個店員 跟我們講的不是中文 好可憐喔 想像力是你的超能力 都快要悶出病了 我要想像出一個男朋友 你不要再給我講了 你那個也是果凍嗎 對啊 它有味道嗎 有一點 好吃 應該是跟那個一樣的吧 我要炒味 為什麼你貼那個部落客的文餐 它會寫 台北必吃的北海道鬆餅 為什麼要來台北吃北海道鬆餅 為什麼不要去北海道吃北海道鬆餅 因為台北必吃啊 必吃的北海道鬆餅 所以就是很多北海道鬆餅店 排在一起 台北應該也沒幾家吧 北海道本來就沒什麼鬆餅吧 我個人覺得 對耶 我覺得北海道應該沒什麼鬆餅吧 這種歐夏類的東西 應該是東京才有吧 上一次我跟家純去吃的 那個好像在銀座那邊 還是北海道 它可能是北海道牛奶 對 那北海道牛奶做的鬆餅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就來了 對 我們就是腦蔥 也不敢吃啦 所以我們這個 現在 沒事了 我們就要來想一些有的沒的 填補這個影片中空虛的時間 然後我通通字幕就打一大堆 放了鳳梨店喔 好酸喔 鳳梨要先吃 對啊 如果你要點這個 要先吃鳳梨 就是生夢裡 然後 可能再吃那個 這個果凍 因為它那個醬真的很甜 它讓我現在的味覺已經 麻痹了 對 為什麼 吃了一副生無可戀這樣 因為我覺得糖片吃起來有點痛苦 它把它咬到很碎 就一直咬 可是糖 你咬的時候它不是會稍微卡牌 牙縫 也不是牙縫 牙齒 表面那個 你咬得好認真喔 會有凹槽嗎 很專心在咬 它就會陷進去 我還一直用舌頭去把它弄出來 對 它這一家還有鹹鬆餅 鹹鬆餅不稀奇啦 其實別的店應該也有 可是 你只剛才跟我說喔 我們今天是走一個少女星的路線 結果 小龐居然想要給我點個肉醬鬆餅 這麼硬派的東西 肉醬不錯啊 它還有火腿 它還有一個火腿鬆餅 好啦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啊 原則上這就是一個單純的 你把它看作實際 一個體驗的過程就好了 我沒有要推薦或者是不推薦 我們就看看開心就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小鈴鐺 通常給它打開起來 以後還會有更多小房 跟還沒交到男朋友的瓶子 哼哼哼 希望你這輩子都不要交到男朋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事沒事出來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好我在妄想 倒出去吃喝喝的影片 週二廣陽七點四十回生日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小鈴鐺 鬥 ㄇ呼 ㄇ哼 什麼 這是什麼